地理 接下來講的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要遞毀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遞毀 那同學看到整個畫面 看到就知道這個遞毀 這是裡面最經典的理事 這叫什麼 荷內塔 荷內塔 最經典 好 好 地毀 我們先介紹 地毀是怎麼樣 當你一個韓式不斷直接呼叫韓式本身 自己呼叫自己 就是在韓式的定義中出現韓式的名稱 或者間接呼叫 有的說你呼叫別人的韓式 可是這個韓式又呼叫到你 那是變間接的人 他不一定是要直接 他可能繞了好幾個韓式 還是呼叫到自己 那樣就想要地毀 只要有呼叫到自己 那就要地毀 那原則上大概就是說 當你在演算的方法裡面 如果是你涉及到是用Defined Conquer 就各個急迫發這樣的一個 演算步驟的東西 大概都可以很適合用地毀方式去鑽形 很適合 因為他本身對那樣的一個問題秒數他 本身來講就已經是地毀了 那地毀 你要用地毀方式鑽形 你要稍微要留意一下 地毀的東西呢 他會不斷地呼叫自己 或者其他高階語言也都是一樣的 你在主理這個韓式呼叫 都是用到系統堆疊 所以那個系統堆疊 畢竟他的記憶體是有限的 你如果說一直呼叫就是呼叫 一直地毀無窮盡的一直下去 他會把系統的資源都耗盡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什麼條件 中指的條件 他一定要有一個中指的條件 來去中指地毀的一個現象 所以說你要寫地毀的東西 OK 你把遞毀式 你把它寫上去 寫你的程式碼裡面 然後記得你要加上一個中指的條件 什麼時候是中指 這個一定要寫在程式裡面 不然他會無窮盡地遞回下去 找不到結束的地方也不行 那我們這一講 我就講兩個經典範例 一個就是說 我們求最大公益術 最大公益術大概的做法 你可以用那個 怪盒迴旋或督怪盒迴旋 這是一個蠻正規的做法 但如果說 我想把程式寫得很簡短 比如說兩三行就把它結束了 OK 求兩個數的最大公益術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知道我要求 跟X跟Y的CCD 事實上就是在求什麼 Y跟S 磨掉Y的CCD是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怎麼樣 X跟Y可以用 比它更小的 兩組數字去取代 因為你 X跟Y 畢竟它是有限的 所以你這個步驟 它做的有限式 它就會結束了 所以它中指條件是什麼 中指條件當然就是 X磨掉Y的0 你就知道余數是0的時候 它是中指條件 中指條件的話 是什麼樣 所以原則上 大家就兩行就結束了 好 兩行就結束了 另外一個很經典的範例 就是和內塔 和內塔 另外一個就是和內塔 和內塔 你要解和內塔 你要用地回方式是比較好寫的 當然你也可以寫非地回 可是你用非地回的寫法 你會變得 你會發現那個是有點困難 它會比較難 你要寫 解和內塔 你要用程式方式去解 而且你只是 希望得出來答 只是一個四川盤 就是說 我從ABC 我從哪裡移到哪裡 從哪裡移到哪裡 那這個時候 你用 用地回 地回的方式去解 其實會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那你如果用非地回的 其實你要經過一些分析之後 要找出它的規律性 不是很難 但是 那個要花一點時間 那要花一些時間 猜猜猜 找出它的規律性 不是那麼容易 用這個方式 和內塔 而且和內塔 你用地回方式 反而是 比較直接了大一點 好 十二開一定五 原則上你一個 它這個CCD 你要看它 它這個演 演算步驟 事實上就是 你不斷的 那個 被除樹 除樹 用除樹 跟魚樹去取代它 反正就越來越小 它最後已經算到魚樹 一定是零 我們看一下 這個事實上 你如果是比算 比算如果會 當然你看這個程式 你就覺得 OK 事實上看 它這個實錯就是這樣做 好 所以它這個 怎麼做 所以你這邊呢 就十二除以一零五 所以是八 當中是八 八再乘以十二是九十六嘛 所以這一解 是九嘛 所以你 除第一次 它的餘數是十二嘛 對不對 因為你S在前面啦 但是你那個 那個那個 三是零啦 所以第一次我們不算 我們從第二次再算 所以第二次呢 你出來的 你的餘數是九 那原則上這個就是 輾轉相處法 我們講的 叫輾轉相處 然後九 再去除以十二 那所以我們這次除出來的結果 餘數是三 然後三再去除以 三再去除九 就是九除以三 最後 餘數是零嘛 所以算最後一定是餘數是零 那你的七七第一是什麼 就是前一次的 前一次的餘數 前一次的餘數就是這一次的 處數 所以你這個筆算過一次 你再對照去看 我們這個神勢嘛 事實上強忍強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 我們這邊呢 當然是先開我們的 FUNCTIONS 就是我們函數的地方 那原則上我們這個當然算 最大供應數 你覺得GCD的部分 它當然要 將它計算的指標傳回來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名稱假設 就叫做GCD 好 那它裡面當然要有兩個參數 所以我們拿兩個參數呢 一個就是X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 再來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Y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就直接 按這個星星 好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 X跟Y 它在裡面來說的話 它會有 嗯 做個計算 也就是 X除以Y的餘數 所以我們這邊呢 要有一個變數來裝 變數的地方 當然是在Variable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的三角形 直接把它點開 Rariable 我們這邊 就可以去設 那它的計算方式呢 它從算數裡面 這邊有余數的部分 所以它各分別呢 就是變數裡面的 X X 除以Y 好 然後呢 我們要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在左邊這邊 有邏輯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 它會處理兩個情形 第一個情形也就是說 當它的余數如果是0的時候 當然它傳回去的值呢 也就是說 這時候最大的供應數就是Y 所以它的情況 我們看邏輯判斷的部分 如果 我們的 這個 R如果是0 所以這時候呢 它要傳回去的值 也就是 Y 所以這邊我們回到方形這裡面 這邊 Terminal 中指然後傳回值 當然就是 Y 另外的情況呢 另外的情況呢 另外的情況也就是 我們 要傳回去值呢 這時候當然就是 我們繼續遞回 也就是原先是 S跟Y去做GCD 那我們現在改成 Y跟R去做GCD 所以我們在最後要傳回去的值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 改成呼叫 GCD 原先是X的地方 改成Y 那 Y的地方呢 就改成R 好 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 這個 算GCD的函數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我們往下拉一下 好 所以原則上呢 大概我們的 呃 這一段碼呢 它事實上呢 就已經幫我們 產生了 好 所以我們就到我們的桌面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的這一段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打開我們編輯器 編輯器是 G Edit 然後我們希望把它編成一個叫做 大寫的GCD的 吸塵室 然後我們要 後面加上這個熱符號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 部分 好 我們再 去複製這一段 程式碼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再貼上 哦 複製貼上之後 我們當然要繼續進一步編輯 我們進一步編輯的時候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它的環境 那Table的寬度我們把它選為4 那我們在這邊 中間這邊我們讓它顯示行號 我們也標示目前所在的行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好 這樣的程式當然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因為它 進入主程式之後 它只有returning 什麼事也沒做 所以我們當然要給它一個簡單的IO 因為我們是用 簡易的吸塵室 所以它的 標頭檔它是 標準的 STDIO.H 好所以第三行的地方就宣告這個 GCD這個函數 那在 第九行到十六行這邊就定義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在 這邊我們就 在進入主程式地方 我們就用格式化 輸出 那我們的格式呢 是 GCD 等於 百分比 D 好這代表輸出的東西是 使勁位的整數 然後再斷行 那它要輸出的東西呢 好在 逗號之後呢 當然就是我們要去呼叫 我們GCD函數 所以這裡就打GCD 所以這裡就打GCD 那我們要丟兩個數字 讓它去算GCD 比方說是 1 2 3 4 5 6 7 8 9 另外一個呢 是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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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 圓刮圖 再分號 好 圓上這樣 就好了 那我們做儲存的動作 好 那我們再 回到我們的 Terminal部分 Terminal部分呢 你這時候你就要做 編輯的動作 那我們先看 我們這樣的 GCC的版本 所以我們GCC是有的 而且它的版本是 5.40 好 5.4的話 那原則上 我們就用 GCC這個編輯器 我們先去編譯 看它能不能編譯成功 那所以 我們 我們 的原始檔 叫做 大寫的 GCD 點C 那我們要將它輸出為 減O 到 GCD 點O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 桌面是不是有這個 確實是有 然後我們再打 點血線 GCD GCD 點O 好 事實上它的GCD 就是9